先议会民进党团表示 国民党的议员平时不出席议会 因此常常来留会 今天却把所有不合理的预算 用保国表决强行通过 这种压霸的行为 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集体退席表达抗议 同外的税料 我们知道同外每一年 日元人数差不多40万元 实际上他收到的问题 譬如这三年来这几年来 都是8万兆做以外 他系列预算变18万2千兆 这当然有意见 明明就是普遍预算 所以我们对这些不合理的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讨论 有一个解决 管理局有一些意见 就是管理局 兰西匡议会 局势一直的保抗 完全的无功利 用强迫的方式强行表决 都是暴力 这是议会最厚恨的一天 所以我们董团用离席抗议方式 来表示最大的抗议 这两家会来的所有开会 出席力 都是我们每天来开 严肃不足 就这样留会 今天总预算 我是在里面 一些参与算也不能买 所以说我们 头上的人文 学校 要不打架 今天我们就有意见 说你没打架 两年久了 你没打架 没有再细约的话 你现在编钱要给他 你应该要有一个护带条件 连这个他也不让我们做 光是看到我们的人文国小 国中小这件事情的签约 其实教育处就有相关的失职了 在这六年内 既然没有在今年度 就做了一些约定的部分 签约的续约 那这个部分 其实看起来 假如在今天我们自己 县议会都有这样的表现 来包裹式的 让这些行政单位 他们是马虎了 他们该有的行政作为的话 那我们可想而知 这个宜然县政府的发条 没有上进 其实很大的原因 就归作为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执政党的党团 党团进一步表示 针对16项被保留的预算 民进党团都有提出原因 可是县政府一级主管 都没有解释说明 国民党团就用压霸 不合理的行为 连同17项的基金预算 用多数暴力强行表决通过 让人感到遗憾 民进党这边 针对了16项的保留预算 我想我们在议会上都提出了 但是我们的一级主管 居然都不愿意解释 也不愿意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子编列 那我想未来 如果是都是用这样子 包裹式的强行 要来这样子强行通过的话 那是不是 以后也不需要 有这么久的时间来开会 总表跟党团预算 都可以有金额对不上的部分 宜兰县政府 可以送这样的预算 到宜兰县议会来 国民党团也都没发现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失误 那我想这个真的是 这个选民大家真的要非常地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就是一个常态性的失职 导致宜兰县政府整个行政的怠惰 尤其是在我们民政处的业务 它总表的金额根本就不同 也强行的通过了1297万 请问人民可以接受这样的决议吗 这样阿爸的行为 这样的强行包裹式通过 这样对吗 今天我们心理想的东西 国民党当团 都用阿爸 跟无合理的行为 来做标冠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爱的 一个伊兰冠议会 下架盘拨阿爸的共亭党 下架盘拨阿爸的共亭党 伊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